哈囉 大家好 我是花生咪咪 月底了 今天這個主題呢 我們不來化妝 也不是來吃東西 是很多朋友呢 都希望我可以再恢復的 塔羅牌單元 之所以有這個單元呢 就是因為我跟我的男朋友 都對牌卡事情這塊有研究 那希望可以回饋給我的觀眾 也就是你們大家 希望可以透過抽牌 來帶給你們更多的力量 療癒 然後讓你們有勇氣去面對未來的挑戰 讓自己越過越好 中間會停這麼久呢 是因為我自己一直在想 該怎麼樣讓這個單元更加的完善去呈現 但想了很久 目前沒有太大的想法 所以就恢復成 月底會抽一次下個月的指引 那如果你們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是想要看這個單元有什麼延伸的話 可以再給我建議 留言給我 或是私信給我都可以哦 在開始之前呢 我的抽牌會有幾個重點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點就是 如果你有身體健康上面的疑慮 請一定要去看醫生 只有專業的醫生跟檢查 能夠幫助得了你 那其他都只是輔助 所以如果有不舒服 請去看醫生再說好嗎 第二點就是 抽牌的結果是 現在的你影響的那個未來 所以如果你抽到很好的牌 恭喜你 繼續努力下去 往更好的那個未來前進 那如果你抽到牌不盡理想 也千萬不要傷心 不要打擊 不要難過 不要生氣 因為只要你現在肯改變 你肯去做 即使是你心態上面一點點的小轉變 都會改變你的未來 所以如果你真的抽到的結果 不是那麼理想的話 就努力去把事情變得更好吧 我也很感謝就是 一直想要這個單元恢復的朋友們 聽到你們說 對你們真的有療癒到 然後有再給你們力量 我也很開心 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多的人 讓你們看了影片之後 會有滿滿的力量跟勇氣 那這次要抽到的牌是 守護天使塔羅牌跟彩虹卡一張 之前就有網友問說 簡單一張牌 到底準不準呢 其實我要說的是 每一部牌 它的文字跟圖像設計 背後都有很深的含義 所以 面對不同的時機點 不同的問題 不同的組合 它可以解釋出來的意思 有很多種 那至於準不準 我就覺得是一種 心態跟信念的問題 就像我常常跟我朋友說 事在人為 就像你去算命那些都好 可以告訴你 命是怎麼樣安排 運勢會是怎麼樣 但是 只要你肯改 你肯去做 你的心態肯轉變 任何的事情 都會有進步 努力跟轉換的空間 所以 對於牌卡 我覺得 不要太過於依賴 但是你可以當作參考 還有 療癒自己的一個力量 這個才是他們的意義所在 如果你對九月份的浴室直音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往下看吧 開始之前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才能跟我一起快樂過生活 也不要忘記給影片一個讚喔 那我們就繼續下去吧 這次呢有四個選項 還沒有決定的沒有關係 可以先按下暫停鍵 等你決定之後再繼續看下去 選擇第一組牌的朋友呢 你這次拿到的牌是 思想之六 彩虹卡拿到的是藍色 代表喉嚨 抽到第一組牌的朋友 這個月是不是有點繁忙 然後壓力很大呢 不管是因為工作 學業或是什麼計畫 你一定投入了很多心思在上面 對不對 但是不用擔心 忙碌的生活已經暫時告一段落了喲 現在呢 什麼都不要去想 過去的就讓它過去 我們好好的休息 永遠不要忘記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好好的放鬆充電一下吧 選擇第二組牌的朋友 你們這次拿到的牌是 情緒之九 彩虹卡對應的脈輪是 紫色頂輪 抽到第二組牌的朋友呢 會不會有些事情比較容易 焦慮跟擔憂 那給你一個建議就是 保持正面的想法 會給你帶來好運 也可以幫助你排除 不必要的負面情緒 想想看吸引力法則吧 你給自己多一點正向的想法跟力量 就能帶給你更多的正向能量 嗯 有一句話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世界上很多事情呢 不會像你想像中的那麼糟糕 不用擔心不用害怕 人的堅強與韌性 往往會比你想像中的還要強大 這樣子沒有比較有勇氣一點呢 然後 也可以加強你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都可以幫助你的運勢提升哦 選擇第三組牌的朋友 你們這次拿到的是 行動守護者 彩虹卡對應的脈輪是 綠色星輪 抽到第三組牌的朋友 牌卡在告訴你 趕快去行動趕快去做吧 不管你有什麼樣的想法跟計畫 現在都是起身去做的時候囉 那當然 過程當中 你可能會有一些困難跟問題 這些都不要去擔心害怕 因為只有面對問題 你才可以讓自己更加的學習成長 更加的進步 任何事情 只要你肯去行動 你肯去做 都是往成功更邁進 如果你什麼都不行動的話 是什麼都沒有的 所以 不要再等了 這個月趕快動起來吧 選擇第四組牌的朋友 你們這次拿到的是 思想之酒 彩虹卡對應的脈輪是 紅色 海底輪 抽到第四組牌的朋友 要跟你說一聲辛苦了 給自己一點安慰跟鼓勵吧 是不是把自己逼得太緊了呢 你沒有做錯 你也沒有問題 我知道你只是想把事情做得更完美更好 但是呢 也要讓自己有一點時間 跟空間去喘口氣 不要讓自己壓力太大 那既然想要把事情做好 我們就也不要去責怪別人 為什麼不懂自己 不理解自己 為什麼要這樣子 按照自己的步調 把事情做好就可以了 你要相信自己 但是也要善待自己 好啦 以上四組牌就是 下個月 2019年9月份的運勢之營 我看一下這四組牌的牌面 感覺最近大家可能都過了一些忙碌 壓力比較大 那記得不管是工作學業再忙 一定要好好的給自己時間跟空間休息喘口氣 我覺得人生在這個世界上 還有很多很多事情比讀書賺錢更重要 包含你健康你的時間這些 都是不能夠隨便消耗 好好的善待自己 這點才是最重要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順利 OK 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 如果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想跟我交流 或是有更好的建議的話 都歡迎留言給我 或者是私訊給我也可以唷 喜歡這影片的話 可以分享給你朋友 希望大家都可以得到療癒 然後越過越好 開開心心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